春日微凉 花苞带放 从初代卷王到佛系坎姐姐 独立于维嘉和她在北京白塔寺 付一场心里聊意之夜 真好难得下着雪到白塔寺 爱出者爱散 浮王者浮来 谭姐姐定义首次亮相饮品 从好好活着到回归社会 她经历生死做清暖财经 网聚六百万粉丝温暖情形 我觉得生命是一种赤字 吸怀希望 勇敢前行 从财经周期到人生周期 她与蔡蕾相互鼓励 向阳而生 相信 相信的力量 我能够感受到所有的助力 力量在回归 一天一天在电场 白头尽阳光 触目皆温柔 金融街五三会特制莲花豆腐 与日盘女士打开一道特殊的大咖鸡宝台 请收看夜谭重生 夜谭归来 谭景的酒店就定在我们的电台的对面 好像就是这个房间 我们看一下 你好 谭姐姐在吗 你好 谭姐姐 你好 有了这么久 终于看到您了 特别亲切 拥抱一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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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进来看一下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还在化妆 我等一会儿 没事 您先化 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 那个小口红 一会儿也擦上 谢谢 我们特别选择今年的那个比较流行的款 叫豆沙色 还有一个丝绒色 这两个一会儿您就试试看 每个感觉好 是吗 好啊 因为您知道口红是一个经济特殊的 很大的一个标志 口红经济是吗 对 在经济下行周期 大家喜欢的都是什么灰色 或者是不那么耀眼的那些颜色 裙摆也会比较长一点 等到经济好转 大家性情恢复的时候 会喜欢鲜艳的东西 我们看看哪个颜色适合您 我帮您打开 好吗 这个是稍微丝绒红一点吧 你看你喜欢哪个颜色 这个暗一点 您喜欢哪个颜色 丝绒的吧 可以 脱口红的还挺多 但我就是这样化妆很有仪式感 就眉身自己也是涂一涂小彩妆或淡妆之类的 没有 我平时从来不化妆 从来不化妆 可以吗 好了 挺好的 好 谢谢 谭姐姐 这是一色真的漂亮 是在北京刚买的吗 它是中式的元素 然后我现在生病之后的话 我穿的相对比较宽松 比较中式 传统一点 以前我喜欢穿旗袍跟西装 我跟谭姐姐约了半年的专访 这次终于成行 她告诉我 这件相衣还是为了今天的录制 昨晚专门去国贸商场买的 如今瑞金音乐给出了120分的会诊意见 她把从好好活着到回归社会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放在了金融金舞餐会 重回大众视野 我眼中的她依然温婉优雅 性真无畏 自小在文化世家中长大 她的气质里带着智慧聪明 严厉的家庭教育 使得她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也一直学霸般的存在 福德纳学历实习博士 专攻政治史和经济史 毕业后公职于上海社科院 如今经历了至暗时刻 向死而生 她对人生对生命有了新的思考 接下来我和她将付一段旅程 既一路风景或一路活色生香 您请 好 谭姐姐咱们今天早上还是阴阴蒙蒙 我们从现在去到白塔寺的路上 等于说天就晴了 十二点是正式天晴 我特别想到白塔寺去 参拜一下 然后也可以让心静下来 北京最美的景色就是北海啊白塔 这是有历史沉淀意义的最美的景色 跟其他城市都不一样 那个地方才是北京 没错 我们为什么安排白塔寺呢 我们就觉得看到您的视频 特别是我看去九华山 您觉得是对您整个的这个生命啊 觉知啊 或者是您的人生观 发生了一些巨大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 看这个世界多了一种视角 这种视角是比较同情和悲悯的 既同情我自己 也同情所有的人 在我生病之后 我去了各个不同的地方 我去了九华山 在这样的一种平静和同情心 使得我心里找到了皈依 反而变得不再焦虑 然后不再害怕 是心里找到了这份皈依 您告诉我就是这种平静的感觉 我觉得就让我想起 就一花一世界 一叶如一菩提的这种感觉 就从你关注自身的奋斗成长执着 到你关注外在的 利他的这种状态的转变 不再关注自己的拼搏和卷这个字 以前非常的执着 非常走可以说是 我也快以恩仇确实是 我认为这个就是对的 我当然我必须要这么做 有人称您为初代卷王 就是在我们财经界或者知识界 就简直就是女侠一般的存在 我没有去想卷不卷 这么大就是我的性格 我天生的命格大概就是这样子 从以前任何人 你要说卷的话都卷不过我 就说您一天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 二十多个小时太夸张了 十六七个小时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 我特别想问您就是 那个视频也很打得我 就是从这一刻起 从瑞金医院告诉您 可以打一百二十分了 从好好活着这个阶段 迈入了回归社会 就是您这种准备做好了吗 我是逐渐逐渐回归的过程当中 从拍短视频开始 但是有一些就以前的夜谭 永远也回不去了 人家过得好好的 你管人家呢 人家吃个冰棍的权利有吧 你一辈子有人家见识得多吧 没有吧 蹲在这个井里边 你就在说这个天鹅晚景气囊 我就其实怪了这些人的观点 这个东西一定是多方博弈 你介绍他的胆 他也不可能这么做 他在真正的进入 白热化的竞争阶段之后 他其实要靠的是内功 他要靠的是商业市场的内功 他跟广东跟江苏 还是有一个区别 但是我也很感激那样的时代 让我们有拼近和冲劲 让我们有散发能量的空间 所以成就了那个时候的 我们 其实我不光是我 是千千万万的我 但我现在呢 也回过头来说 我要用现在 我力所能及的方法 去做一些事情 两个时代 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说 人的成长阶段就是 你看山是山 到看山不是山 到看山依然是山的一个过程 我在去见蔡蕾总的时候 我们两人都聊到过 安乐死的话题 其实如果我们这一生过得很有价值 很愉快 如果到了最后又怎么样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最后的 当你把终极的这个问题破掉的时候 有可能就不那么害怕 说起那次与蔡蕾的见面 叶潭告诉我 他们共同面对生死 一起约定 活下去 好好活 在临别之际 泰蕾还打算送给叶潭一本书作为纪念 但遗憾的是他已经无法签名了 后来 泰蕾按了手印 叶潭表示这样更好 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 泰蕾一直有一个未能实现的遗憾 那就是羊狗 叶潭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将一只编目送到九华山 希望他在那里能够享受阳光和自由 有人说叶潭和蔡蕾的合照堪称年度最佳 因为他们的勇敢、破达和绝地反击 从癌症确诊时的痛苦到如今的痛痛 叶潭经历了一场蜕变 在九华山获得了生命的平静 让他在病痛中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和生活力量 雪花轻轻飘落 我和唐南部在北京白塔寺内 树上的玉兰花抽出毛茸茸的心芽 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里 白塔寺安安静静地等待着 他这位有缘人 就会不会有缘人 想去混淆 不就不要过认识 Deepwater 人家人 口水烹饭 不就很小 不就很小 你不觉得esto 看姐姐这个角度看白塔还是不一样的 前面 白塔寺我也是第一次进来 我也是 这个寺庙建筑有皇家风范 跟您去到祖华山都一样的 感受不同 欢迎两位老师到白塔斯参观 你们之前来过吗 没有 那我简单地为两位老师介绍一下白塔斯的历史 这个白塔斯建于原志元八年 就是公元一二七一年 这也是白塔斯院内最古老的一个建筑 我们用一句话十二个字就能概括 叫辽元遗址 明代格局 清代建筑 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到 它的这个白塔的形式 它是福多士塔 它也是我国内地建设最早 体量最大的一个这种福多士塔 它是由尼泊尔人阿尼哥去设计这个建设的 所以它跟尼泊尔不单有点像了 建的风格又都是汉族的 这是哪一位呢 这是阿尼哥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塔的设计建筑 一个美尼泊尔人 对 因为这是尼泊尔阿尼哥协会呢 在2002年的时候捐赠给我们的 就是纪念这位伟大的工历家 谢谢你啊 谢谢啊 是阿尼哥 著名的工历家 1260年来到中国 元朝四十余年 一个尼泊尔人 千里迢迢的来到元朝 当了四十年官 这个意思 它在这么核心的地方 有这么一座白塔 啊 这个是 啊 玉兰花 啊 玉兰花 啊 这好美啊 这边的核心出面来 啊 当我把那个核心拿出来 好的好的好的 您现在就是随手看到漂亮的东西就拍一张 花花已经开了 等到盛开的时候特别美啊 真好难得啊 下着雪到白塔寺了 好美啊 又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对 他们说这个 北军一下雪就变成了北平 又有这个红墙和这个建筑的这个演绎 下雪的时候春天就已经来了 这个绿树再加上两颗玉兰花 真的很有北平的风味 您刚才在车上跟我聊 然后就这种安静的感觉是不是只有在这种寺庙啊或者是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山上能找到这种感觉 对 就是在心静呢 随时都可以心静 嗯 然后傍晚的时候啊到寺庙 然后到九华山到吴哥 我觉得吴哥哭也是 人少的时候 人能够特别安静 像您说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有的时候慢就是快 就是我们把节奏放慢 把心情放慢 因为人大概比的不是你在当下动作有多快 嗯 而是整个朝着一个地方坚持不懈的努力 听得很简单 嗯 蛮难的 嗯 嗯 但是少年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嗯 每天一万步 一天一天在变好 这种自己的这种感觉 我能够感受到所有的助力 嗯 然后力量在回归 嗯 然后力量在回归 嗯 精神也在回归 我觉得生命是一种奇迹啊 嗯 从那种状态 冰死状态的回归 嗯 任何生命都都 真是亲眼见证的奇迹 生命很了不起 嗯 嗯 顺时针一圈 这玩笑来 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个 嗯 小的一个心意吧 这就是白塔寺的 叫做白塔瑞武毒啊 嗯 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手工啊 所以香包啊 也给您祈福啊 哈哈哈 谢谢 也祝您一切荣誉 一切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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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日微凉 小雨 陪谭姐姐有白塔寺 她说 上海跟北京温度差不多 炸呢缓寒 画上久违的口红 穿上国贸新买的蓝甲袄 祈福春天也要一世满满 一转身 小雨化成雪花飘落下来 北京竟变成了北平 谭姐姐双手合十 感恩天地 她一边阅读文字 一边触摸历史 一切那么熟悉 一切又是新奇的 时机而上 来到山门 玉中玉兰树 拦住了我们 抬眼望去 竟有花苞 静待许久 谭姐姐拉着我来照相 像个孩子 早已没有过去财经女侠的气焰 或许 生命就是需要反扑归真 去掉复杂 来白塔寺真正的参访 是要顺时针绕塔一周 我扶着她慢慢徐行 感受 白塔52米高 都是复波塔 据说是否为十星塔 还不知道 十三世纪尼泊尔阿尼哥修筑后 历经年轻 八国联军 毁他外围 扔往前往好 没有发觉 我以栏目组的名义 送了个香囊祝福 走到开阔处 学已停 发现脸上有了光 才知道太阳出来了 一日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也是真的了 一行人拍摄顺利 匆匆赶赴小院 答应请谭姐姐尝尝栏目组特意安排的莲花豆腐 她里面说 好啊 妙 难为仙人把这白塔称为妙鹰白塔寺 好 谭姐姐刚才在白塔寺 外面也很冷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点大咖四方菜 因为听说您喜欢现在吃一些清淡的 对 然后里面有一道这个淮阳的 我们叫莲花豆腐 是特别给您准备的 谢谢 也请您品尝一下 我们的大咖四方菜 有竹酸 还有一些小油菜 看了之后觉得很亲切 非常清淡 淡雅 味道很好 我到处选准 清淡颜值 其实它素摘也有素摘的道理 对于人体的这个循环 包括我看您基本上 从您发视频说 我发愿要每天走一万步 到今天已经一年365天 坚持了360天 太不容易了 不止了一年 我是从2022年的12月31号 听说您昨天在 我们在北京订的酒店的 那个国贸附近 对 也去团结活 然后晚上也坚持走一万步 是什么信念 让您背着您平时的一个小包 然后四处的再走走看看婷婷 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跟呼吸一样的 现在走路就是呼吸 是需要毅力的呀 我也会有不想走累的时候 刮风下雨打雷 特别冷都有 我现在主要是看自己身体 如果是身体是不觉得累 那我就会坚持去走 如果身体很累了 那我也不会走 一切以健康做为出发点 一万步走了之后 觉得浑身特别通透 它已经成为我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是不走的话 这一天感觉就没有完成 要坚持下去吗 有朋友还在鼓励我先去跑半马 我采访毛大庆 他就是自己人生当中要完成一千个全马 现在已经跑了三四百个了 他是马拉松的发骚 他也跟我讲说 其实运动的过程当中像您一样 他有一种多巴弯 还是一种内肺态的分泌 他同时可以比如治疗失眠 然后可以让你心情愉悦 他都会有这种帮助 我也是 我以前的睡眠是很不好的 我现在睡眠还是跟以前比较好的多 然后晚上心也可以静下来 脑子里也想的不那么复杂了 这都是锻炼带过来的 他给了我很多的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以前的那种快乐 现在的快乐比较持久 比较深入骨髓 而且就是我觉得走出去 确实是一种心境的变化 当你看到玉兰花的时候 红墙前面那种 我看你不停地在拍照和记录 是不是抬脚那一刻很难 但是走到这个路上 这种风景是这些 风景再加上历史和人文景观 我基本上到一个城市 看了它的服务 看了它的一些东西 我能够判断它的经济情况 是怎么样的 就大家的精神头是怎么样的 虽然您一直都不承认说过去那个谭姐姐 肯定回不来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谭姐姐又回来了感觉 还在是吗 来到我们金融街五三会马 马上就回归到财经人谭姐姐的感觉了 我希望除了专业能力之外 还能够有精神力量 这一点是希望 而且是温暖的精神的力量 从聪明人在一起 说人话的财经女侠一谈 到涅槃重生 手中无剑 心中有爱的谭姐姐 从聊时政经济 社会民生等 硬核财经内容 到给人以温暖 充满人性光辉的暖财经内容 等了两年 谭姐姐在短视频平台 拥有了超两千万粉丝 每日邮寄 回信 抗癌心得 所谓人性的话语 成了短视频的爆款 女性该有怎样的人生 患乳腺癌该不该羞耻 丁克你后悔了 这样的话题 点燃了无数迷茫女性的心灯 吴小波曾说过 有北湖南夜在那里 财经界的性别力量 就已经平衡了 他说以前那个夜谭 以比直见太伤人 如今的谭姐姐 才是她向往的 春江水暖式的有爱财经 疾病就是疾病 它就是一种不幸 不要过度的自责 你绝对不要陷入羞耻感里头 谁让你觉得羞耻 他才应该感到羞耻 所以我想把这个摸离掉 大家看一看 是什么让您有那么大的勇气 在镜头前将你的所有的粉丝 公开您生病这个消息 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人生有几个时刻可以标记的话 我相信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好好地活好这一辈子 我想有更多的人活好这一辈子 不被一些羞耻感所残扰 所以我想说的很简单 我可以 你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 摆脱这些感觉 做这个动作之前有过煎熬吗 就是我相信九个月 不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在说服自己 做或者不做这个事吗 没有 在生病治疗后的半年的时间 我完全没有这种诉求 因为当时的身体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 在身体痛苦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考虑各种问题 当时躺在床上 第一是治疗疗愈 第二是精神上的恢复 我受到冲击之后 精神上的冲击很大 所以我需要半年的时间进行恢复 然后到了2023年4月底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可以了 逐渐地恢复了一些状态 而且我也看到有太多的人 包括我身边的病友跟我说 他们不会向别人说这些东西 然后我也看到 社会上会有一些人说 癌症病人得病是自己 或者是乳腺癌病人得病 是因为女性的不完美所造成的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这样的说法太不慈悲了 所以决定要做 您在摘掉头套那一刻 也是打破了一种隔阂 打破了一种偏见 有很多人像您一样跟我说 她说我看到你摘下头套这一刻 我就觉得很释然 我就觉得什么都可以接受 而且什么都可以去努力 我特别特别感恩 就是那一刻有那么多人接受我 我们吃一点 对对 尝尝 咱们边吃边聊 这个确实很清淡 你吃点这个 我吃点这个水尖 这个菜让我觉得很亲切 这是南方菜 它就加入一些春天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对 加入春天的感觉 我听说您还觉得自己饭量还蛮大的 我很大 我需要饿了 是吗 上午的运动量也太大了 您多吃点 生病之后为何比较好的人 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叫 爱出者爱反 福往者福来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对外界投射的这种善意 我们看到就是您跟蔡蕾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视频 也不断的互相给鼓励 我觉得那画面会闪现很多人的心当中 就是有一种互相激励 互相鼓励 让我相信的力量 我会跟他联系 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您替他讲了一只狗 对啊 还在九华三观音室呢 然后最近那个叫悟空 悟空的视频又给我发过来 已经从少年狗变成中年狗 我觉得变得大狗了 不认识了 特别壮实 养得很好 很好 所以在这件事情里边 其实是一个小心愿 然后是各方的善力 筑成的 现在悟空每天在那边奔跑细细 茁壮成长 特别活泼 就是代替了很多事情 所以这段时间我感觉就是说 人生就是大江大海 可以奔赴到更多的这个 涓涓细流的地方 就是不一定要围绕着 原来很多人认为的 这个价值观去生活 我还是做我自己 心里觉得舒坦的事情 不被强迫 不被逼迫做一些事情 这个东西舒适 然后呢就是能够有一种感应 这就最好 现在更让您眷恋大自然 喜欢种种花 种种草 是 家里有几只猫啊 三只猫 三只 以前有四只 我猫很多的 我看经常喂流浪猫 流浪猫就 它是定点的 每天早上八点钟 就到家门口来一下 要吃的 然后每天下午四点钟 又要来吃 要吃的 把这些流浪猫算进去的话 那就多了 我看网站采访您的这个视频 也提到了 您说自己本心其实 对于丁克 并不是那么的后悔啊 或者是戒怀这个事情 丁克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无所谓好坏 你只要是个人能够接受 不损害他人的事情 我都能够接受 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无所谓后悔 嗯嗯嗯 反正就是享受当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有一个快玩快打 大咖的流量时间 跟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问询 您最近按头的一本书是什么 《李光耀传记》 这本书最值得读的是那一点 我们可以看在社会的大变革阶段 一个拥有一流智慧的 名字的领导人 是怎么带领一群人 走过显摊的 您最近听的一段音乐是什么 我最近看的音乐会 是宁峰的小提琴 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音乐会 我喜欢听的音乐是 小邦的钢琴以及云雀 我也喜欢听中国的古典音乐 在晚上睡眠之前 我往往会听沙龙钢琴和中国的鼓琴 嗯 理由是 理由是它让人清静 进入一个安详的睡眠的阶段 您最近在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过年我看了第二十条和热辣滚烫 我看您最近凭了甲琳 您觉得它这个减肥的这个状态 跟这个现在很多人或者女孩追求的 是不是共央是一致的 她努力了她做到了 她做到了 她成功了 那我们不是应该古早吗 而您最近就是 有没有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我生病以来 最喜欢的就是接纳一切 我们最终会变成 会回归到海里边去 然后变成海的一部分 大海也好 山川也好 都是在无言中接纳一切 也会相遇 别怕 就算无垠还一直盘旋在头顶 也总有一天能放弃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希望你消了时间的快乐 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 夜里依然有海的情深 祝谭姐姐每天的生活都充满阳光 愿你的笑容如春日暖阳般分担心 幸福与快乐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 在满梦的耻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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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